说到黄磊大女儿多多 她应在2014年跟随黄磊录制爸爸去哪儿走火 不得不说 多多可谓是继承了爸爸妈妈的所有优点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镜超萌 可以说是一枚逼逼道道的小美女了 此外 当时节目中的她虽然只有8岁 但是却很乖巧懂事 为此也招来不少粉丝喜欢 如今时隔三年 11岁的多多也长大了不少 不仅越长越像妈妈孙丽 而且这些年学习琴棋书画 气质也有了很大提升 因此11岁的多多就能够出现在巴黎高定时张周 并上台走秀了 不过 伴随多多长大 她在收获网友赞赏的同时 也引来不少争议 近日 伴随黄磊 孙丽在微博晒出多多身着蓝色路肩裙装的万圣节照片 有网友便表示 感觉11岁的多多太成熟 没有了同龄人应该有的童真 甚至有网友用事故一词来形容她 不得不说 伴随年龄的增长 多多也变得越来越爱美 但如果因此就说 他太事故是不是有些大体小作呢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要知道 早在录制爸爸去哪时 多多作为节目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孩子 就已经学会了主动照顾弟弟妹妹 与其说这是事故 倒不如说被黄磊夫妇教育得很好 你觉得多多身上所体现出的成熟 应该是为他加分还是减分呢